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一架小飞机派破PA-31纳瓦河,Piper PA-31,Novaggio,日前在纽约长岛,Long Island,外海时事,目前2420宗综合外媒报道,派破PA-31纳瓦河在2日下午30许,从纽约长岛印第安全海滩,Indian Wells Beach, 外海约1英里,约1.6公里,处坠。据悉,事发时当地天候状况极差,出现大暴雨和多次闪电。 海岸防卫队发布声明表示,目前已找到二具尸体,剩下二名仍下落不明。 美国联邦航空局,FAA,及国家运输安全委员,NTSB,一驻守进行调查,将厘清坠机原因,积上四名人员分别是47岁的驾驶多拉德,John Dollard,70岁的夫妻档伯纳德,Bernard Krapinsky, 余邦尼,Bernard Krapinsky,以及他们的孙子,22岁的马耶洛夫,William Millenrov。